在爱情面前,没有谁能保证永恒 都希望自己的爱情是长久的 但是经历时间的考验 很多人都慢慢地对爱情失去信心 都对自己爱的人越来越厌烦 其实一个人开始对你厌倦的时候 内心就已经开始发生改变了 真心爱一个人是不会去厌烦对方的 而是会随着时间的推移 越来越懂得心疼对方 所以说一个男人开始不爱你了 都是有迹可循的 都是从这三点开始的 一,开始找各种理由拒绝联系 要知道一个爱你的人 是会每天主动跟你联系的 看到你的消息都会描绘 会在意你的态度 在生活中对你上心 会每天观察你的情绪 你有任何的变化 都会第一时间出现安慰你 给你依靠 但如果一个男人 开始找各种理由拒绝你 不跟你联系 也不想接你的电话 这其实就是逼你说分手 一个都不懂得去关心你 拒绝你的男人 就已经不爱你了 二,开始变得忙碌 很少陪伴你 爱一个人是无论自己有多忙 都会抽空去陪伴你 会把你放在首位 爱你的时候 会每天花时间去陪你 逗你开心 帮你解决烦恼 不让你有任何困扰 但他开始编的忙碌 没有时间陪你 其实说白了 就是对你没有那么上心了 已经是不爱你了 所以才不会在乎你的感受 给你的陪伴越来越少 三,开始嫌弃你唠叨 对你没有耐心 刚开始爱你的时候 男人不会嫌弃你任何的缺点 在他心中 你永远都是最好的 即使是唠叨 也觉得是为他好 从来不会觉得你不好 但如果他开始嫌弃你唠叨 对自己约束态度 在生活中跟你相处 越来越没有耐心的时候 他就已经不爱你了 你在他心里 再也不是之前的那个样子 即使你做得再好 也于事无补 当他开始厌烦你了 就已经不爱了 很多时候 我们都控制不了对方的感受 也无法去保证自己的爱情 能否一般分顺 但真爱都是要用心去呵护的 如果不懂得去维护对方 心疼彼此 终究不会长久 所以说 男人不爱你了 都是从这三点开始的 当遇到这种现象 实在是挽回不了的 就不要再默默付出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